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电台出品 陈某人播讲恐怖的箱子 这件事情发生在1969年12月12日 地点是天津市西青县团伯洼 名叫做张福丽的一个独居妇女 在外面干完了农活回家 发现她家12岁的大儿子没在家 就问她6岁的小儿子 小儿子说不知道啊 等到了半夜1点仍然是没有音许 当天晚上她去村子里边的其他邻居家都问过 其中一个男孩告诉她 说他们下午的时候还在一起玩呢 但是她家的儿子却始终藏着不出来 然后就没有找到她了 第二天早上 她就发动了全村人出去帮忙找 而且还报了警 警方出动呢也帮了一起寻找 最后警方询问了四名儿童发现 他们家的大儿子大概是12日那天下午4点钟左右失踪的 一开始是玩着捉迷藏 然后大家伙就藏了起来 可是这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一直没有看到她 就以为她是回家了吧 这就是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情形 张福利寻找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才回家 发现小儿子也不见了 于是再次的寻求全村来寻找 而警方呢也开始大规模的盘查询问 但是这一次谁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儿子 当时大家伙都非常同情她 她的丈夫是十年前失踪的 同样就是一点的线索都没有 也没有任何的原因 是死是活 至今都未明 而且到了第三天 张福利本人也消失了 然后警察就开始搜查他们家了 终于他们找到了母子三人的尸体 那是在卧室里 一口很大的木箱子里边发现的 而且外加上一具严重腐烂的尸体 一共是四具尸体 经过法医检验 大儿子是12月12日死亡的 小儿子是12月13日死亡 母亲是12月14日死亡的 身上没有任何的搏斗痕迹 死因都是窒息而死 而那个腐烂很严重的尸体 已经死亡了十年左右 身份不明 但是从衣服跟血型来分析 这个人竟然就是失踪了十年之久的丈夫 据悉由于棺木绝好的气密性 使得这尸体未出现腐化成白骨 据亲属来讲 这个小儿子是张福利 弟弟家的孩子 弟弟在三年之前死了之后 就算是过继给这家人了 而且还说呢 这个木箱子实际上就是一口棺材 是十年前挖菜窖的时候挖出来的 然后请木匠给修改成了箱子的样子 根据答案记录 这口箱子的重担大概在三十公斤 当时两个成年男性才可以合理把它打开的 警方分析 12月12日 大孩子有可能玩捉迷藏 结果藏到了自家的这个箱子里边 但是 他是如何打开这么沉重的盖子的呢 当然了 也有可能是被成年人放进去的 12月13日 那小孩子也是被人放进去的吗 可是根据邻居们反映 当时没有任何的声音响动 直到12月14日 已经三十多岁的母亲 也被人给放进去了 这合乎情理吗 法医鉴定他们身上都没有任何的伤痕 都是在箱子里边窒息而死的 那么是他们自己走进去的吗 而且在发现了里面 还有一具腐烂了十年之久的尸体的情况下 竟然还会钻进去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案子就一直悬而未决 而且据记载 事后当地人把那箱子抬出来 当了所有村民的面 用斧子去砍的箱子 一连砸了四个多小时 竟然只砍出了一个小小的裂痕 后来是浇上了汽油 燃烧了三天 才彻底的把这箱子给烧毁了 好 好 好